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去过一次 校园不大 但是也很美 也很有意思 法语叫做OSB 上学院 OSB OHOP 因为它还有几个在其他地方的小区 下面我们可能先请苏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苏伟彤 我是2011年进入OSB OHOP 这个项目学习的 然后是在2014年12月份正式毕业的 那么我现在是在这个法国大使馆经济处 经济金融这个部门做研究员的职位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万门大学 能够介绍一下我在法国的留学经验 好的 谢谢苏同学 像我知道很多同学现在都会想去法国留学 对吧 但是可能在你那个时候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你本科学法语吗 因为我本科是法语系的 所以说去法国留学这个是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 但是你还是比较想去商校 好像没有说想做这些文学啊这些 其实我当时如果其实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们那个就我是对外经济大学本科的 很自然的选择呢 其实是去就是中央的企业派去非洲 但是就因为这个我是因为是女生 然后我父母他不太愿意让我去非洲 所以就是说你要不然考虑一下留学这条路 那么当时又因为就是对外经贸 它是一个经贸类的学校 我们在学习语言之外的课程呢 还有一些就是经贸类的经管法类的课程 然后所以当时我也有俯修一些金融经济类的 然后课程我就觉得说但是非常非常浅 而且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如果然后我当时就知道有这个Gondigo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特别好的就是它非常适合你本科并不是在这个经管类方面是专业的这些这些人 因为你第一年的第一年的那个课程叫过风打猛斗 就是这些基础课程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打就是给你的这个经管类的就是基础 管理类的还是金融类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的铺垫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挺适合我这样的背景的 然后我就开始握手申这个方面 其实主要还是本科的影响吧 我本科又是法语的 然后又是经贸类的有一些背景 明白 其实我也听说好多同学啊 他这个毕业的时候也会选择法国是因为一个是比如深法国的商校 他不太需要特别多的这种就业经历 像美国的话好像我听说很多要求三年啊 对吧有些英国的学校的话 如果你念这方面的专业类硕士 好像也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大家法国商校包括YSB 包括ISAC就招的时候可能确实对这个工作经验啊 他要求不太多 他并不是一个需要工作经验的一个项目 因为在这个我一共读了三年啊 通常来说你去出国留学三年真的是特别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其实真的在学校只有两年的时间 还有一年的时间是全职的 是在公司实习 所以这样一个就是初步步入社会进入职场的这样一个经验 是他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 所以他并不要求你之前有工作经验 当然你之前有一些工作经验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去上课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你有更多的优势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最开始想说讲的那些案例啊什么的你会有一点不太能够联系起来 所以说就是不管你是之前有一点工作经验还是没有工作经验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 明白 那像你当时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说很多课都是用白语上的啊或者说有很多英语啊 或者这个语言方面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语言方面 因为我上的课程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因为我我有尝试过上法语的课程 因为这个我选择上英文的课程倒不是因为法语的课程跟不走 倒是因为就是你去了法国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法国的学生和国际的学生上课 这个氛围特别不一样 法国的学生他们更倾向于就是听老师讲课 他们不太愿意参与这个课堂的讨论 很多时候还是有点像我们在高中初中的课堂上啊 你会举手哦 然后老师多在上面讲 他们在下面记笔记 所以整个氛围它可能不太那么活跃 但是你去读商校的话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去真正的商学院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活跃的 然后这个课程是就是大家都会有特别多的交流 那么国际学生就是英语 英语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track的同学的话 就是这个课程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活跃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交流 然后你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就是我会发现我收获的更多 所以后来我就很多的课程都是选择英文的课程 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一点 嗯明白 因为确实像我知道很多法国商校 它都提供这种比如是英语和法语的这个两种track 对对对两种选择 那个你既可以全上英语课毕业 也可以全上海语课毕业 甚至我知道还有一些同学他可以选择这个课上英语那些课 对对对对我当时就是有一部分的课程 可能我觉得哎他不需要那么多去跟同学交流的 或者是讨论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去选择上法语的课程 比如说经济比如说数学这些我可能就会选择法语 因为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法国的上课的这种份 对对对对 那像你刚才还提到就是说之中还有一段时间去公司实习啊 你当时大概去了哪样的单位 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时挺特殊的 那个时候OACB呢管理还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我是11年8月份就开始进入OACB 但我12月份就11年12月我就开始我的第一个实习的经历了 我当时第一个实习的公司是达能 我在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全桥段的总部 然后做的那个职位呢是就是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 就是公司风险控制就是内控这一块 然后就是作为第一个我因为我当时才是本科毕业 然后我特然后我本来也没有是完全想要说继续学习 所以特别特别的那个急迫的想要去公司感受一下 而且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会讲很多的案例 你会想说哦我能够懂这些这些理论 但是他在实习生活中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当时是处于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急迫 想要去公司感受一下 所以我有了我的就是第一个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 然后是六个月全职的 然后你你做的职位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法国他们有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一个一个传统吧 就是你进你是作为一个商校高等商学院毕业的学生 你进入到这样的公司 他们给你提供的职位绝对绝对是能够锻炼你 然后能够让你进入到这个公司去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职位 你不是在那儿就是做一个边角的很多的东西 你是真的去参与到每一天这个operation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当中 所以我当时觉得说你真的会有感觉说你今天不去上班 那个公司可能办公室可能就有一点问题 可能无法很好的运转 你的老板可能就无法就是很好从事他的工作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过了六个月 然后之后我再回到学校呢 去上课上了大概一年就是两个学期 然后开始我的第二个实习 然后当时我就已经觉得说我可能更喜欢金融这个方面 然后我当时就进入了第二个实习是在B&B 就是法国巴黎银行的投行部门 然后就是做的我的第二个实习 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了吧 就不再是企业而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银行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就是在学习当中啊 就是说在课堂里面和你在实习当中 你有觉得就是他们会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吗 或者说你觉得实习可能就是实习啊 学习是学习啊 他们就是两条这个互不相关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还是特别人 我觉得还是实习绝对是你在这个商校读研究生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你去读商学院读书 特别是像法国这样 就是刚刚那个duple max 他其实最终还是想要把你培养成能够立刻进入职场 可以很好的承担起一个角色的一个 将来你是会成为管理层的 这样的一个一套职业发展的道路 所以其实在专业的知识方面 其实可能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那么的专业 他需要更多的方面 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公司里面融入这个公司 你能够很好的了解这个公司的战略 你能够和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团队 你怎么样去跟团队合作 你怎么样去跟你的你周围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到就是能够进入到公司 这一个部分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 所以他一方面他会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课堂上的这些东西 一方面呢 他也能够让你更好的准备自己进入职场 因为我了解就是法国就业 确实跟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我们知道是可能海投海面 最后你进去之后的公司会给你一个大培训 可能培训几年 第一年你可能还说给领导去海盗水 慢慢上手等等 对 但是在法国的话 如果一个正式员工 他就是必须得干活了 对吧 可能已经要出业界了 那不出业界的这个阶段 可能都是实义生在做 对吧 然后都是就是毕业之前 很多很多小同学 包括你 包括当年的我 当年的你 可能都是在做这些工作 他也很重要 但是他可能没有这种正式员工 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他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可能通过这种 有工作 有这种学习 最后毕业的人 就已经可以直接去承担一些责任 我感觉他是这么一个思路 他们现在也有一些这种graduate program 也会有 就是你会在不同的岗位上轮岗 然后最后定下来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你一旦定下来之后 他是想要把你培养成未来的管理层的 肯定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法国来讲 刚刚对过的GOMAS 你能够去读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的毕业生 整个法国社会 对这些毕业生的一个期望 就是他们就是以后的所谓的business elite 对他们来说就是商界精英 这些人就是以后在这些大的公司 或者是创业 或者是自己在大的公司 能够承担起很重要的责任的这些人 所以就是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 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 那像你比如说从长小毕业之后 你当时是等于回国找工作了 对吧 你现在在国内工作 对 你当时觉得就是你回国找工作的话 和你之前的这个经历 你有没有觉得说特别相关 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你在法国找工作 或者说你在法国学习 给你的找工作 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特殊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我的可能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我现在在工作这个岗位 它其实是跟法国有特别大的联系的 然后我可以说 我可以很很确定的说 我能够到今天这个岗位来工作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是AACP毕业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因为法国 对于法国人来讲 你这些这些高商的这些名字 它至少能够成为非常 你因为它选择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代表了你的这个质量的一个保证 所以就是当然我必须要说 就是我能够做到 我能够找到我现在的工作 那AACP绝对是最大的这个因素之一 所以可能我并不能 我的这个例子并不能完全的适用于说 完全回到中国之后 找工作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如果我的同学们的话 我觉得就是留学的这个经历 对于在中国找工作呢 它可能不会那么确切 就不会说你在法国 你是因为AACP 然后你在哪个学 哪个哪个实习的领域具体犯了什么事情 你回来就一定 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选择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发现就是 无论到就是无论怎么样 到最后我的这些朋友 无论是我自己 还是我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最终都还是能够 找到一份自己喜欢 然后也自己满意的工作 到最后可能更多的是 你自己想要知道说 你到底想要在哪个行业 开始你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你适合怎么样的公司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 对自己的了解比较多 但最后呢一定还是可以找到 这个过程可能现在比较稍微困难一点 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法国 都是一个在这个危机之后的 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觉得就算这个过程稍微长一点 但是大家一定会都可以找到 这个你自己适合的这个工作的 然后更多的呢 还是你自己这个留学的心理 只是一个学历上的一个确定 那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在中国找工作 可能很多时候 他们真的会 会需要你对中国这个市场 有了解 因为中国真的很特殊 他有他自己非常非常特殊的文化 他自己的这个商业 这个经济的结构 所以我觉得如果 大家以后想要回国找工作的话 就算你在法国留学 你这三年当中都不 都一定需要保持 就是好好的跟随中国经济的 这个发展 绝对不能跟中国就是脱节 就你一定要知道 国内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了解 那像我听说你之前 还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啊 嗯 对吧 你觉得就是这种 比如说换一个国家生活 或者说学习对你这个整个的这种想法上 有没有一些帮助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俄罗斯贝呢 它是现在叫俄罗斯贝 俄罗斯贝 它为什么叫俄罗斯贝 就是我们有五个五个campus 然后在巴黎有 在伦敦有 在柏林有 在都林有 然后在马德里有 所以呢就是这有五个campus 然后它在除此之外呢 俄罗斯贝又跟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大学 有这个交换项目 双学位的这个项目 所以它非常非常鼓励 就是所有的学生 能够去体验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 去那边学习去交流 那么当时呢 我因为我在去法国留学之前 我对美国已经有所了解了 我当时就不太想去美国继续交换 那后来在想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在伦敦的这个校区呢 有一个business consulting 就是这个管理咨询的有一个课程 然后我就申请了 后来他们就决定要我 然后我就后来就去伦敦学习了 最后也证明 这一段经历非常让我的收获 非常非常的丰富 不仅是在这个学习方面 然后在生活方面 还有去更多的了解不同的这个国家 然后跟国际的学习 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 一起讨论 然后去真的参与这些管理咨询的这些案例 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所以就是最多的OSB允许你去 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是其中有一个肯定是巴黎 就是在法国 那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当时只选了英国这样一个 就是我还可以继续选择另外的交换的这个 但我没有选择 就是大家 但是它是鼓励你这样去的 然后我也认识很多的人 他们又去了美国 然后最后又去伦敦campus学习 或者又去柏林campus学习 就是很多人是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决定进入商界之后啊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国际化 特别特别的越演越烈 所以就是了解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 然后他们的风格 然后去体验一下 然后也是自己独立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嘛 因为我到现在就是在14年换了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是说到收拾行李什么的 就就马上立马可以可以可以走人的这种 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 然后你去一个新的国家 总是会让你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 因为你要重新开始 你谁都不认识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圈 往往最后你还会得到 让你特别特别意外的收获 明白 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现在再让你过一遍 RICV的话 重新入学 你会有什么特别想让大家做的事情吗 你觉得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给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吧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学好法语 但因为我本身是法语系的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有一点的优势 但是我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是不会法语的 所以最开始生活是 的确是比较艰难的 因为首先RICV呢 它是在巴黎的市中心 然后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Hazy Dance 就是宿舍 但是它只给你一年的时间 所以一年之后 你就必须要面临着 你要在巴黎 小巴黎这样一个地方 寻找自己住宿的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方 有很多生活的方面 比如说那个宿舍 它离学校其实有一段距离 那你每天还要起在地铁里上下 Joseph 上学放学 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法国这个社会呢 它对于语言的这个 还不是那么的国际化 就是说你说英语的话 你的生活的确没有那么方便 你去银行或者你去超市 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如果首先你会法语 的确是在生活上可以帮助你很多 第二呢 你在学这个语言的过程当中 也是对这个国家进行更多的了解 你去了解 你更加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其实对你的生活和学习都有特别大的帮助 然后之后呢 就是帮助你很好的就是进入公司实习 因为到最后他们可能还是希望 你能够很好 就是至少你能够流利的讲法语 这样你可以跟你的那个队伍很好的沟通 当然你就算不讲法语 他们也不会太影响你最后可能的选择 因为有些工作他最后是 只需要英语就可以完全 但是你如果会法语的话 真的你的生活会精彩很多 然后你也有很多的优势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把语言学好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不要和中国脱节 因为我觉得可能留学在外之后呢 你就很容易说 我想更大地了解 我在留学的这个国家 特定在发生些什么事 我可能关注法 我关注的特别多 到最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你要去关注你所在的国家 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中国作为现在这个第二大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有这么多每天日新月的事情在发生 然后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其实是有特别大的优势的 我觉得不管你最后选择是在法国开始你的事业 还是回到中国都不要 都是一定要就是跟中国保持这个紧密的联系 一定要知道这个中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 然后第三点就最后一点我再说一下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三年 我们大概都是可能23岁到26岁大概这段时间 其实是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最精华的时间 你把它放在你决定在另外一个国家去度过它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更更想就是更多的了解自己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想说 我一定要今天要做什么 我要去哪个公司的实习 我的课程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要我要怎么样 但你很少去问自己说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 可能这样的问题最开始我们升学校的时候会问 会问你说十年以后干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要面临从学校到达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变 而这个时期其实是特别迷茫的 我就记得我2014年的时候在伦敦校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迷茫 然后所有人问我说你会想要干什么 你想要过成这样的生活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答案 但我觉得这也是你也不需要惊慌 反正但是如果你能够早一点了解你自己 对你自己多一些了解 第一是你会更好的去在公司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融入 因为你就知道说我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缺点是什么 那就还有一点就是你以后再面临人生选择 这也会容易很多花少花很多时间 就这样 明白 我特别赞同伟同的第三点 因为流血吧由于给大家开了新的一扇门嘛 对吧你突然发现选择特别多 然后你突然把自己呢暴露在一个 其实你之前并不没有的环境里对吧 没有的环境里 所以很可能你在这个新环境里 确实发现了新的自我和新的可能性 这个新的自我和新的可能性 往往给大家造成困扰 因为可能以前呢大家这个世界也很小 选择很少嘛 你自己呢也比较简单 所以的话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对接 而且我们就是作为中国的学生 你从小就是我们就是一条路 你就是中考高考 然后读大学研究生 你就没有想过说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确实在留学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这种就是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以及我应该做什么 就总整天确实都是在想这些问题 对而且的话留学的话环境变嘛 自己还会变化 就以前比如说我喜欢做的A 现在我就已经看不上了 我要做B 然后但我又怎么能确定明天我会不会看得上B呢 对吧确实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你对于我来说 我三年前的那个我三年之后 那个我完全就是在人生观世界观这个方面 有特别大的改变 特别大的改变 对我觉得所以这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因为你完全脱离开你之前熟悉的环境 然后你可能很多时间也是比较有孤独的时候 其实很好的时候是跟你自己多跟你自己聊天 然后多了解你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是特别好 也是一个经历 对对的 那OSA杯的校友应该在北京也有一些 我估计 对如果要是可能有机会可以 对对对 我就是借这个外门大学的平台啊 希望说就是OSA杯的 不管你是对这个学校感兴趣 你这样要去 还是你已经从OSA杯毕业了 如果你有就是兴趣和我聊一聊的话 我非常欢迎大家联系我 我的微博呢是吉天赫 然后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 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我就收过来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转给伟童 对的 然后当时我就把我的邮箱也就写在你们的网页上 对对没有问题 对对对 然后我的微信呢是吉天赫的全篇 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呢 韦彤呢今天来我们的这个演播室 为我们分享他在OSA杯 学习的这些体验 以及他呢对于在法国留学 他的一些感悟 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 谢谢韦彤 谢谢天赫 谢谢 谢谢